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強 HTC 終於在 5 月 23 日 發表 U11 系列後繼機 並跟傳聞一樣 沒有 U12 而是直接推出 U12 Plus 那麼這次同樣主打側邊感應 另外還採用上四鏡頭設計 以及加入更多的影音錄製應用 那麼究竟跟去年的 U11、 U11 Plus 在外型規格上還有哪些差異呢? 趕緊進入主題吧! 在外觀的設計上 三款手機都採用水樣玻璃概念 透過三軸對稱以及分寬混合成色技術 讓玻璃能夠呈現出水的表面張力感 因為隨著光源的變化 機背也會表現出不同的色澤 而從正面看過去 U12 Plus 跟 U11 Plus 同樣採用 18 比 9 螢幕比例 U11 則是 16 比 9 而在邊框的厚度上 前兩者顯得更薄 但也因為這樣的設計 只能選擇移除掉實體觸碰鍵 並敢用虛擬按鍵來進行操作 不過這個虛擬按鍵是可以設定為隱藏 甚至還能制定按鍵的功能 至於 U11 則是具備實體觸碰鍵 其中首頁鍵還可以進行指紋辨識 比較不一樣的是 U12 Plus 是三款中 唯一搭載雙前鏡頭的手機 接下來轉到背面 可以看到 U12 Plus 採用上雙組鏡頭 也正式宣告這項設計再度回歸 另外差別比較大的則是 在 LED 補光燈的位置 U12 Plus 則選擇擺在鏡頭的下方 至於鏡頭的左側則是雷射對焦模組 而指紋辨識器則跟 U11 Plus 一樣 放置在鏡頭的下方處 那麼在側邊則有一些變化 比方說 U12 Plus 的 SIM 卡卡槽 則從頂部移至左側 而在右側的按鍵設計 U12 Plus 採用上與側邊一起成型的按鍵 也就是跟以往在機殼上挖洞 並放置額外的按鍵不太一樣 而這些按鍵都加入了壓力感應 所以當你按壓時 是不會有凹陷下去的感覺 但還是會藉由手機給予震動回饋 而從主要的設計資訊來看 U12 Plus 在寬度上是三款中最窄的一款 不過厚度則是最厚的 至於 U11 則是擁有較薄較輕的機身 那麼在材質方面 雖然三款皆採用正反面玻璃 結合鋁合金變框 但正面玻璃的設計跟等級則不一樣 比方說 U12 Plus 利用正面冷拋光的 3D 玻璃 可以減少邊框螢幕的厚度 也因此 U12 Plus 相比 U11 Plus 還要窄一些 而 U11 Plus 的玻璃弧度則是較為平整 至於 U11 則是採用前後對稱 3D 玻璃 那麼在玻璃看過的等級 則是以前兩者更具優勢 另外也都具備更高的防水等級 通過在 1.5 公尺深的清水中 浸泡 30 分鐘的認證 接著說到感應器 雖然三款都具備指紋以及臉部辨識 但 U12 Plus 還採用上更準確的臉部辨識系統 能透過多個臉部偵測點 來加強整體辨識的速度以及安全性 而在 U11 系列所主打的 Edge Sense 側邊感應 這次在 U12 Plus 也都延續了下來 像是透過長壓、短壓來開啟不同的程式 或是當作相機快門鍵來使用 另外也具備 Edge Launcher 介面 只要開啟這項設定 那麼按壓後就會出現原盤狀的應用選單 方便你快速選擇應用程式 比較特別的是 這次還新增點兩下開啟單手模式 當然也可以設定成返回、截圖等功能 而左右手都可以使用 另外也加入了握持手勢 只要按住手機的左右側 就可以限制手機畫面自動旋轉 甚至是避免螢幕自動休眠 那麼機身的顏色上 U12 Plus 主要擁有三種 包含黑色、紅色以及透視藍 而之後還會有一款 以黑色為基礎的五月天限量款 那麼 U11 Plus 則有四種 包含黑色、渲染銀、透視黑以及艷陽紅 U11 則多達五種 像是黑色、寶石藍、冰雪白、艷陽紅以及渲染銀 接著說到顯示資訊 U12 Plus 基本上跟 U11 Plus 差不多 同樣採用 2K 解析度的 6 吋螢幕 不過螢幕佔比則提升到 80% 至於色域也一樣支援 DCI-P3 標準 而色彩的準確度也會較高 另外也可以自行調整螢幕的色溫等等 同時螢幕也支援 HDR 高動態範圍顯示 在播放相對應格式的影片 可以帶來更豐富的色彩 明暗處也會更加平均 而 Always On Display 的功能也沒有缺少 至於亮度上預計跟 U11 Plus 差不多 這部分就比較可惜 在戶外使用會較為吃力一些 再來說到主相機 U12 Plus 採用上廣角搭配長焦鏡頭 其餘兩款則是單鏡頭 首先從主要拍攝的廣角鏡頭來看 U12 Plus 的畫素為 1200 萬 光圈則是小了一點 但這個影響不會太大 那麼在感光元件雖然尺寸單像素面積都差不多 但採用的感光元件則較薪 其他比較大的差異 像是 U12 Plus 還多出雷射對焦 有助於加快低光元時的對焦速度 另外也加強 HDR 的處理效果 同時也搭載更新的影像處理器 而這次的重點則是在第二顆鏡頭 不但可以進行兩倍的兩段式光學變焦 在數位變焦方面也達到 10 倍 另外也同樣可以透過雙鏡頭 達成更自然的散景效果 同時無論是在拍攝時或拍攝後 都可以自行調整景深的模糊程度 相較之下 U12 Plus 無論在畫質或是使用性 比起 U11 系列都進步許多 同時也在知名的影像評測網 拿下 103 分的高分 目前僅次於華為的 P20 Pro 另外 U12 Plus 也還加入了 AR 貼圖應用 不論是在攝影或是錄影時 都可以開啟這項功能 其餘方面則延續 U11 系列的特色 包含豐富的專業模式 可以自行調整快門、ISO 紙等等 另外也支援弱膽原圖拍攝 那麼在錄影 U12 Plus 則有提升 像是可以錄製 60fps 的 4K 影片 以及 Full HD 解析度的 240fps 慢動作 而這次也在收音上做加強 例如原本在 U11 系列就有的聽覺焦點 透過收放來聚焦在某個物體 讓特定物體的聲音加以變大 而在 U12 Plus 則提升 60% 的音量 聚焦效果也多出 33% 尤其可以讓主體的聲音更加清晰明顯 另外這錄影時還提供收音強化的功能 只要按一下就可以提升整體收音的音量 不過這項功能就有法跟聽覺焦點一起使用 而在其他方面 U12 Plus 為了讓用戶在錄影時 可以以平滑的方式進行縮放 則新增自動變焦的技術 只要按住相機介面上的變焦推桿 並往左或往右移動一下 接著就可以放開 這時畫面就會自行Zoom In、Zoom Out 如果想暫停只要按一下變焦按鈕即可 不過這項功能上市的時候還不會有 所以需要透過軟體更新來獲得 至於其他技術上則延續 U11 系列 像是高解析錄影、錄影防震等等 再來看到前相機 U12 Plus 與主鏡頭一樣採用雙鏡頭設計 但一個為廣角 另一個則是用來蒐集景深資訊 因此相較於 U11 系列 還多出人像散景模式 可以製造出像是單眼相機的拍攝效果 另外像是新增AR貼圖應用 以及更豐富的美顏效果 其他例如全景自拍、螢幕補光、自動HDR 也都保留下來 那麼音訊上的變化則不大 U12 Plus 一樣採用雙喇叭設計 一個位於聽筒 另一個則位於底部 不過這次也有在喇叭音量、音質上做加強 預計 U12 Plus 的喇叭會是三款中最好的 但實際上三款手機的喇叭音質都是相當頂尖 其他方面像是 U12 Plus 也同樣支援 高解析音域迅速出、主動降噪技術 但是依舊不具備 3.5mm 耳機孔 最後看到硬體 U12 Plus 預設搭載 Android 8.0 的版本 並採用高通機能的旗艦處理器 S845 相較於去年的 S835 整體效能提升 25% 耗能也減少 30% 而在顯示效能則進步 30% 不過基本上這三款手機在平常使用 甚至上網、開影片、操作上 都不用擔心不順暢 另外玩 3D 大型遊戲也很傑出 高幀率、畫質、特效開買 也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不過如果你很著重效能表現 那麼 U12 Plus 會是這三款中的首選 記得看到其他硬體 U12 Plus 跟 U11 系列一樣 分成兩種配置 不過這次在記憶體則全面提升到 6GB 儲存空間則分成 64GB 的一般版 以及 128GB 的高配版 另外也都保留了記憶卡擴充 至於電池方面 雖然同樣都支援 QC 3.0 快充 但電量相較於 U11 Plus 則少了 430 mAh 不過如果以國外媒體的資料來看 電量較少的 U11 反而贏過 U11 Plus 所以這個部分還是得以實機為主 再來看到連結 U12 Plus 同樣採用正反可插的 USB Type-C 另外無論是在 Wi-Fi 或是藍牙的配置 以現在的旗艦機來說都相當頂尖 其中也支援 LDAC 等高速傳輸的藍牙規範 可以為相對應的藍牙裝置 帶來更好的音質表現 另外也具備 NFC 技術 可用於 Google Pay 等行動支付 或是配對裝置、傳輸檔案等等 而在通訊部分 U12 Plus 的升級較為明顯 像是具備 4G 加 4G 雙卡雙待 支援的 4G 速度也提升許多 另外載播聚合也可以到 5CA 不過想要達到這些速度 依舊得配合當地電信業者的發展程度 至於頻段三款都支援台灣 4G 全頻 不過 U12 Plus 則具備更多的頻段 目前 U12 Plus 的建議售價已經公布 一般版為台幣 23,900 元 高貝版則是 24,900 元 現在已經可以開始預購 並預計在 6 月中上市 那麼最後到底該不該升級呢? 我認為 U11 系列無論是在相機還是效能 以目前來說還是相當頂尖的 所以升級的必要性我認為不大 除非你很喜歡前後雙鏡頭的功能 再來這三款該怎麼選呢? 假設你有預算上的考量 對於雙鏡頭也沒有那麼大的吸引力 那麼就建議選擇 U11 系列 如果你非常重視效能 以及相機方面的畫質 另外也沒有預算上的煩惱 那麼就建議選擇 U12 Plus 當然每一款手機都有它的優缺點 而這些就需要自行去篩選 那麼以上的資訊就給大家作為參考 最後有關於影片上的更正 都會在影片說明處進行更新 最後問你們靠影片介紹後 你會選擇哪一款手機呢? 趕緊在右上方投個票吧! 還有別忘了在影片底下 分享你選擇的原因唷!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底下按個喜歡並分享 想要持續追蹤的話 別忘了訂閱頻道 並按下提醒鈴聲 才能隨時收到通知唷! 另外也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按讚!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有機會! 我們下次再見! zm有期待!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